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不需要负很大的责任 但有个盘子 你要面对自己的关系的转发是什么 拿到结婚的话 他有阿Sam都不选 阿Sam这么好 那个阿Sam有光头 我不知道我姐姐选他干什么 大哥 那个真是中坑 他都要选张智明 我想他和他结婚会开心点 在想我一定选张智明 春娇应该选 他对我姐姐都不错 跟他都算合谈 虽然感觉上都是一个仆街 我都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就OK了 其实他们两个是在危机里结合的 要不停制造危机 那两个人才会继续维持下去 就是这种大家猜猜猜是不是 很多时候你两个人 当场地相处之后 你要面对你到底是用着 他性格上的一些缺陷 还是你觉得你自己人生 可以接受这些缺陷 反而真的没有第三者 各样 真的要自己坦白去面对两个人的关系 那中间多了一个角色就是我爸爸 最棒的 最棒的 用到 David 这次Poco真的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放了在一部戏 很好出现的 我女儿的感情问题 由得她们只要她们是开心 今晚的行动代号就是 爱神也有苦努 你都坏了 哎呀 很厉害 怎样子责 不知道那些人就以为她入了壁屋 不是我带坏的致命 是这个彭浩墙 带坏中我们 真的有很多女儿 真的吗 坎桃 双飞然后双飞 我说不就不知双飞了 你拿飞了 哈哈哈哈 坚白点 今晚一定不在家 所以我们不用回家 我知道你过得很可憐 没家回家 跟我回家 好不好 没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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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